中华基督教敬信会联会 跨越七十年 九月二十四号的万人主日 两百六十间教会 不分族群敬会一家亲 载歌载舞欢庆 尊荣敬联会十二间原住民教会 开拓第一间原民敬信会的 陈中喜牧师用母语朗读主导文 盼望敬会大复兴 全球一百三十个国家 敬联会有五千一百万信徒 敬联会领头山庄敬信会神学院 都有美南拆会宣教室设立 先后跨越七十年 敬联会神学院美南拆会 与神学院校友会连成四股神 齐味复兴祷告 上帝也使用我带领敬会这个宗派同行 然后去参加泰国的全球华人敬信会的宣教大会 2025年会在台湾 我们要跟华人的敬信会一起同行 一起去宣教 东南亚或者是在非洲 我们都有一些的福音队的工作在那边做 但是过日后我们也会渐渐的调整 就是说与在当地的我们敬会的会员教会 透过当地的敬联会进到当地去 去做帮助 全新的宗我神神会的 所以我可以看到小朋友就是可以带着将近万人 然后很自在的去称赏我们的同一位主 我就觉得那种很单纯美好 敬拜上帝的心我觉得很感动 我们特别也需要要看重就是下一代 如何把福音传给下一代 而且怎么去装备下一代 让他们去就是服侍教会呢 让他们出去做宣教 大会安排儿童敬拜团带领敬拜赞美 六规育幼院实败献师 更多兴起下一代 且万人领圣餐在耶稣基督里合一 尊荣服侍十年以上的牧者及宣教士 并呼召年轻人全职侍奉 未来十年敬会至少会需要三百个传道人 我们大约有一百个牧者在未来十年会退休 我们又要敬会加一百 而且我们有好多中小型百人不到的教会 百分之八十都是百人不到的 我们要合一来扶持 让这些教会成长超过百人 他们也会需要再增加一个传道人 不管是儿童的表演敬拜 都看到说我们的希望下一代已经开始启动了 那我也觉得敬会这一股合一的灵 也是可以在这一波开始起来 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合一复兴 然后可以拓展更多的教会 除了万人主日 大会也安排了企业青创市集 及首届三对三篮球决赛 三对三篮球赛现在全台七区 不同组别打一个月的预赛 七十周年庆当天进行决赛 让不同敬会家人交流 敬会一家亲 敬会大福星 以上是GOO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